在地下室都很安靜 然後又很悶 然後在演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一個屁聲 然後我笑去的就被點開 每次一演到那場戲 我就想到那個屁聲 但是現場都沒有一個承認是他放的 是很生氣 小女孩 那場戲 就是因為在地下室都很安靜 然後又很悶 然後在演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一個屁聲 然後我笑去的就被點開 然後每次一演到那場戲 我就想到那個屁聲 但是現場都沒有一個承認是他放的 只有很生氣 所以我就 捏著大腿 把那場戲也放 是因為你聽到了嗎 應該也有很聽到 攝影師也在笑到那個 機器鏡頭都在發抖 好像16次是不是 我去 後來到剪刑的時候 我才知道那個 我覺得我們弄了16個 然後連最後可以用的那一個 就後面有8 然後你是下來了 所以你這次 你剛剛說這一次 你是刻意跟劇本 這樣保持一些取締 是不是 你剛剛你這樣 因為我 因為我 我看完劇本 然後聽導演跟我講 這個角色 它整個過程嘛 然後其實這個角色 它 我覺得這個角色 它經歷在一個人生的低谷裡面 然後滿不開心的 但其實在那個階段 其實我是一個滿幸福的狀態 我女兒那時候又剛出生 所以 我就滿順勢的利用這個心情 就是 心裡面一直覺得 都是你們害我們回家看著 這種心情 然後不斷的 壓抑著自己這樣 然後 就 在這個角色裡 對 所以不會在片場 這樣歡樂的跟大家 對對對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在片場 不是這種 這麼歡樂的一個狀態 我那個時候 我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說 我這邊其實 那個 滿高壓的一個狀態 那你是剪 職業一個角色還是兩個角色 職業一個角色 可是你說你在華根劇組 是被排擠的 最討厭的 所以這次是你排擠的 這次 對 可以 排擠大家 何德何能可以排擠大家